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羊 我們現在打復刻的地獄級 混沌之火 那這一關其實 講真的啦 不好打好不好 這邊帶大家用鬼滅之刃的一趴大獎炭之狼來通關 那龍科幫我帶自己的武裝就可以了 DK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 王冠有異補 所以我們需要靠他來 幫整隊的回復力直接吹上去 好來 第一關 第一關這邊的話 我們直接把炭之狼變身開下去 這邊是八康加上 鬼姬黑白 那這邊我們就不轉珠了 直接這樣子帶過就好 好 第一關這邊帶走 接著第二關的話 我們要在這邊洗技能吹 因為DK的CD非常長 那我們就直接不要去轉紅綠燈 小豆子跳了就把他打開吹 那這隻是CD1 但是不用太擔心 來 兩回合之後就稍微去回個血 可是應該會直接帶走才對 因為這一隻是魔族 欸 沒有帶走 沒有帶走就繼續偷吼 好 反正剛剛主要是回血吼 那他會給你下負面BUFF 轉珠減秒 不過這一隊有必然轉珠秒數啦 所以倒是還好吼 這邊再稍微回個血 好 繼續 你就跟我一樣不要去消水就好 然後 一糠一糠這樣子 好 來 打你之後我們就可以準備把他帶走啦 OK 而且炭治郎有一個後回血的效果 來 接著第三關七康火焰地 來 這邊再把炭治郎變身開下去 然後直接 空轉就好 這邊你也不用去管火焰地了 反正只有一隻會打出去 就算反過來也只有反一萬而已 好 這邊帶走 直接無視他固定連擊吼 那你要無視固定連擊要至少手銷到四貨以上吼 來 這邊的話 DK只剩CDE 所以完全沒問題了吼 來 這關附加盾 我們把豆子打開 好 那這樣子他身上就有一個點燃的效果 那這邊的話就直接轉就好了吼 好 這邊帶走 來 接著下一關是消暗減攻99% 然後他是越戰越強 那因為現在豆子的效果在所以不會有暗吼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這邊如果天降的話也算減攻的範圍吼 所以如果 你這關真的天降暗的話就 對 就再打一次吧 反正攻擊剩1%應該也不是那麼好打過去啊 好 來 接著王關 好 王關這邊我們要做幾個比較重要的動作了吼 來 我們先把小豆子關掉 那關掉之後再把他打開一次 來 接著把DK變身下去 好 那變身下去之後我們就是開這個兼具的200% 來 接著我們再把炭治郎這個2技打開吼 讓他天降持續去消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 直接讓他水火一消 然後加上DK的這個兼具效果 來突破這個 千萬的溢補 好 這邊沒過的話沒關係 我們可以再一次 那反正炭治郎是不怕燒的 好 這邊效果是有持續2回合 好 來 這邊我們就繼續去轉 這邊還剛好滿反捏吼 好 那這邊的話 如果你還是不放心你就把龍科打開吼 因為炭治郎的龍科也有加回復力的選項 好 那上一回合是因為我們開了2技 所以他沒有辦法開龍科 那這一回合就可以了吼 好 來 我們直接把龍科打開來增加一下回復力的部分 理論上是2回合可以帶走 OK啦 就是他有持續一消的部分 好 那這一關是越扣越強 初死扣20% 好 來 這邊就盡量去消一消 好 那這邊就把剩下的200萬帶走了吼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 因為是回復顛倒啦 所以我們把這個 這一次的小想潘朵拉打開 來 接著再開豆子 好 因為左上角那個負面BUFF還在吼 那開豆子之後注意不要手消到火珠 我們就用一個基本疊法來疊火珠就好了 好 那因為對面是模組 所以傷害輕輕鬆鬆就破過去了 好 以上是鬼滅之刃 炭治郎通關劇本 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